1937年,雷诺阿指导的电影《大幻影》上映,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时期。 导演在此时上映的这部电影,引发了人们对战争的诸多思考。 不过与现实世界不同,影片中的故事背景设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。 法德交战时期,一架法军飞机被打了下来,马列莎中尉和波尔上尉被德军俘获。 这里的德军指挥官斯坦上尉摆上了好几好肉,准备招待这些英勇的敌国军人。 如果不是战争,他们也许能成为好朋友。 吃过饭,两人被带上了火车,田野和森林飞驰而过。 两人被送到的第17号军官俘虏营。 院子内,会觉得英法俄各个国家的军官,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得非常疲劳。 在这里,每个俘虏按级别划分房间,军官住好房子。 下层士兵只有大通铺,战俘们聚集在一起,打开家人进来的包裹。 他们远在德国境内,中间还隔着一条长长的战火线,但一罐法国青豆却轻松地游击到他们的手里。 在法国军官俘虏住的房间内,玛丽莎和波尔聚集在桌子前。 他们聊着没有见过的巴黎,分享在祖国吃过最美味的食物。 在这里,两人认识的工程师罗森,他以前是一名犹太银行家,与许多犹太人一样,没有任何理由被带到这里。 玛丽莎由于不方便,战友便亲自为他洗脚。 中途,战友告诉玛丽莎,他们正在挖一条隧道,只要挖到后花园,就能逃离这里。 夜晚,德军士兵点完名后,众人立马用椅子堵上了门,他们走到房间的一个角落,打开床下的木条,一个漆黑的洞口呈现在眼前。 罗森拿上工具,将绳子一头拴在自己身上,另一头拴在空罐子上,如果有危险发生,他就会拉动空罐子。 一切准备就绪后,罗森慢慢地爬进了洞口,到达一定位置后,开始地挖掘工作,而其他人就在外面放哨。 由于太专心挖洞,却没有注意到空罐子掉了下来,众人费了好大劲,才将缺氧的他拉了出来。 第二天,众人趁着德军士兵不注意,将挖出的土撒在了操场上。 几天后,他们收到了一箱女人的衣服,大家抚摸着衣服,仿佛在触碰女人的肌肤。 一名战俘穿上了一件白罗莎的裙子朝大家走来,所有人一言不发,他们的回忆被一瞬间唤起。 对故乡的眷恋,对法国姑娘的迷恋,都藏在每双深深的眼神中。 大家看着十六七岁的德军在外面训操,他们都是一些孩子,却在这个年龄踏入的炮火中。 次日,德军士兵贴出一张告示,杜澳蒙被德军攻陷。 小酒馆内,德军喝酒,唱歌,庆祝祖国的胜利。 而法国俘虏们的脸上写满的失望。 玛丽莎建议举行一个演出,把所有法国战俘都请来,让德军看看,他们并没有泄计。 于是,一下钢琴,三把小提琴,一个笛子的乐队组建了起来。 台下是战俘,背后是德军军官。 罗森在台上唱着《玛格丽特》。 由于看起来有些滑稽,战俘们大笑起来。 刹那间,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被服的艰苦生活。 演员们打扮成女人的模样,模仿着女人的体态跳舞。 玛丽莎看到一份计时报纸,上面写着,杜奥蒙又被法军收回。 玛丽莎站到台上,向台下被俘的法国军人宣布的这个消息。 战俘们都呆住了,突然有人高声唱起法国国歌。 因为这件事,玛丽莎被关了禁闭。 很快,杜奥蒙再次被德军攻陷,来来回回,战争仍在继续。 地牢内,年老的德军士兵为玛丽莎端来的食物,将一只口琴放在了她的床上。 没多久,玛丽莎被放了出来,她捧头垢面,又脏又疲乏。 四天之后,大家坐立不安,因为今晚十一点,就是大家通过隧道越狱的时间。 然而,计划赶不上变化,所有法国俘虏即将被押送到另一座监狱。 战俘们面面相去,茫然若失。 车厢的玛丽窗外,景物飞逝而过,很快,火车停到了第十四号俘虏营。 巧合的是,斯坦是这里的指挥官,开篇那个好酒好菜接待他们的上位。 这一次,他又热情地接待了三人,并带着他们参观了这座城堡。 这里守卫森严,古老的堡垒,阴森的可怕。 在一庭马克沁机枪处,一群人瞭望着无边无际的荒野。 新的房间内,玛丽莎和波尔再次见到了罗三。 三人聚集到一起,心中的愿意想法又开始茫生。 他们找来的地图,从莱茵河到瑞士边境,全程321公里。 只要带租盘站,15天内就可以到达瑞士。 接着,他们用床单这座的绳子,打算用它划到城堡下面。 波尔来到斯坦的办公室聊天,斯坦其实很厌恶现在的工作。 他本是一个战士,现在却变成了官吏。 但这是他唯一的出路,因为他的脊椎骨在战场上断了两处。 他之所以对波尔如此照顾,因为两人都是职业军官,也都是贵族出身。 如果不是战争,他们也许会成为很好的朋友。 玛丽莎时时刻刻都想逃离这里。 波尔想到一个办法。 几天以后,法国俘虏银房内传出的小船的笛声,德军士兵冲到房间里把笛子一一没收。 战俘们没有任何反抗,一时间,银房内又恢复得寂静。 然而,过了15分钟后,一阵更喧闹的声音响起。 法军俘虏们拿着锅碗瓢盆,奋力地敲打出最小的声音。 结果,他们被赶到的院子内。 德军士兵对他们进行了点名,当喊到波尔的名字时,却无人应答。 这时,上方突然传来的笛声。 斯坦抬头一看,他正在上面吹着笛子。 眼看被发现,波尔继续走上阶梯,探照灯一直跟着他。 斯坦下令,让所有士兵去追捕波尔。 趁着无人看守,玛丽莎和罗森用制作好的绳子,一步步向着自由世界划去。 他们着地后,便消失在了黑夜中。 另一边,波尔来到一处山壁上,翻过围墙就是自由世界。 斯坦尚未诚恳地祈求他下来,但波尔却说,这不是你的错,但现在无法挽回的。 斯坦无奈地抽出的手枪,慢慢抬了起来。 随着一声枪响,波尔腹部中枪。 斯坦立即下令,封锁周围车站,派出巡逻和警犬追捕玛丽莎二人。 波尔中枪以后,德国人不惜一切力量,强制这位法国军官。 斯坦询问情况,护士摇了摇头,他祈求波尔的原谅,本来是瞄准腿部的。 波尔吃力地说道,就我们两个人来说,最可怜的不是我,是那些死于战争中的无辜人们。 而这样的结局,对于他来说,是最好的。 斯坦将他眼皮合上,然后走到窗口,看着外面额毛大雪,心里无比沉痛。 荒野里覆盖着霜河雪,玛丽莎和罗森浮卧在荒野里,他们穿着平民服装,浑身污泥,筋疲力尽。 罗森竭力跟着走了一阵,一只脚越来越重,他终于走不动了。 两人缠扶着,继续前行。 几天后,他们找到一处农舍。 未了,两人被农场主任发现,对方是一名手无腹肌之力的妇女。 他知道两个人是法军战俘,但并没有害怕。 女孩叫安娜,他给罗森清洗受伤的脚,为她包扎伤口。 接着拿出的好吃好喝的,款待着他们。 德国军人一路追踪到这里,当询问安娜时,他并没有举报两人。 第二天,玛丽莎看到一群年轻男人的照片。 安娜介绍着说,拿着她的丈夫以及兄弟们,他们都在弗尔登和坦能堡战役中牺牲了。 安娜有一个女儿,名字叫罗蒂,她有着乌黑的头发,碧蓝的眼睛。 很快,她就与罗森熟络起来。 后来,两人在这里生活得下来。 圣诞节夜晚,玛丽莎和罗森用松树枝做了一棵圣诞树。 里面放着耶稣一家奇特的形象,是玛丽莎用玛丽薯雕刻的圣鹰和她的父母亲。 罗蒂对这份礼物十分喜欢,安娜也非常感谢他们做的一切。 三个人一时没话可说,沉默得令人难看。 安娜在到了一句晚安后,罗森走了出去。 房间里只剩下安娜和玛丽莎,两人无法分开,她把她搂在怀里亲吻。 不久后,罗森的脚已经痊愈,他们也是时候离开的。 两人坐在火炉前的长凳上,互相握着手。 安娜长时期都是孤独的一个人。 当玛丽莎来了以后,这个家里才有的男人的脚步声。 对于她来说,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。 玛丽莎保证,如果战争结束,她还未死,她就回来接她和罗蒂。 夜晚,天色一黑,他们做的简单道别后,就消失在黑夜中。 玛丽莎头也不回,她怕一回头,就会忍不住想留下来。 瑞士边境线上,两人躲在小树林中,查看着铺满白雪的荒凉大地。 一队德国巡逻兵发现了他们,士兵立刻举起枪来瞄准,另一个士兵却阻止了他。 因为对面已经是瑞士境内,在山谷里,两个人慢慢向前走去,每一步都是雪深墨烯。 《大幻影》是最早的越狱电影之一,同时也是最伟大的反战杰作。 在一战,人们称为大幻侠,因为交战双方都以为可以在四周内取得胜利。 可到战争结束时,发现已经过了四年之久,人类一次次在自己创造的文明土地上燃起战火,这似乎成了一种无法摆脱的梦魇和宿命。 可悲的是,个体的命运在这场浩劫中是最无能为力的。 群体暴力扑灭的个体微弱的向善之火,人类文明在炮火中毁于一带。 导演雷诺阿曾说这是一个关于人类关系的故事,我确信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,不然我们唯有与这曼妙的土地做最终的告别。 好了,这就是老姐观影,我们下期再见。